9月16日,有网友与央视一姐董卿,到他们的童装店给儿子买衣服,接待董卿的售货员表示, 董卿气质非常好,大人很温柔,没有一点架子,笔者一直觉得在央视主持人当中,董卿主持过很多类型的节目,但都被观众喜爱,为何?主要就是他的精益求精主持,再加上现场的应变能力,节目诗词大会以及朗读者,就最好的诠释了他这点。 除此之外,就是他的接地气,有人评价说,董卿是央视最朴实的,最有智慧的女主持人,多年来,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用朴实极致智慧性语言,感染着每一位观众,大家喜欢都他的这种亲密风格,切宁是他的个性,也是他性格的体现,他没有因获得了诸多荣誉而张扬,一如既往的大定, 前进,再说到董卿这次出行,一身着装着实令一些明星汉言道,不戴墨镜,不戴口罩,身边也不戴带一个跟随者,对比之下,逼者绝出一道理,明星越大的明星越不会装,爱装的基本都是那些不入流的没含养的戏子而已,你看人家董卿出行没一个随从,再看有些戏子出行基本全身武装,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, 再加上自己花钱买来追逐者,营造前户后佣的假态势,笔者形容他们消贩人士的一点也不夸张,说,不敢多言,走,循规蹈矩,玩,玩不痛快,令人看了很是反感,所以,笔者希望当下明星们出行多,学学人家董卿,平时行世界两地调些,多接接地气,这样岂不更好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越岁